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年第一個 非常有可能 幾乎是可能 會清洗台灣的第一個 颱風邁德姆距離台灣可以說是越來越近 而且過去這24小時到48小時當中 有之一同現在大多數的預測就是在宜蘭跟花蓮附近會登陸 各位有時候絕對不能看一條線 這個一條線指的是一個 最有可能的一個機率 當然這條線是有很多的線 包含這整個面積來看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各位來看這個區域都是颱風可能登陸的點 都是可以預期的一個範圍 所以特別提大家要多留意 絕對不能只看說我住在這個地方點不在這邊就沒事 事實上這個都是一個範圍內對我們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最有可能會登陸的一個範圍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宜蘭跟花蓮的這個中間 那這個中間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對於北部的影響會相對的大 因為如果從這個中部花蓮登陸的話 整個颱風的這個逆時針的旋轉對於北部的降雨就會比較多 那當然啦 這個就有時候那個路徑就會受到一些干擾 有時候前後晃來晃去甚至擺動 雨量就會下的更多 那這次來說的話從宜蘭這個部分登陸 其實熱點還是在宜蘭還有北部的山區 整個暴風半徑主要的結構會在這個地方 下的蠻多的一個雨勢 另外一個就是風勢 由於這個地方的山沒有特別的高 雖然是有但是沒有特別高 所以對北部的風 可能就會特別的強 所以特別從禮拜二晚上開始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時間點了可能明天的傍晚的時間 就是這個颱風暴風圈開始碰觸在台灣 東半部陸地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從 明天開始下半天就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當心 我們前兩天就一直提醒大家要做好一些防台的措施 希望你有聽到 如果還沒有做的話 現在開始做明天白天 還有一點點機會請大家一定要趕快做 那這個颱風呢目前來說的話結構 越來越完整 預期呢今天晚上呢 颱風的圈 可能他的這個颱風眼 現在在這個地方 還不清楚 今天晚上晚一點呢 可能就會打開了 打開就表示說這個颱風的結構 開始要慢慢的 變強 而且他的這個結構會越去越來完整 所以他的威力就越來越大 所以預計呢從今天晚一點到明天白天的時候 整個結構呢會更趨的一個完善 他的威力呢也就會更強 請大家特別注意 他目前來看的話 由於距離台灣時間比較短 所以他要在未來24小時到48小時變成一個強台的機率 應該不會很高 所以 但是呢特別提醒大家 不是說輕度颱風就不會有災情 不是說強台颱風一定要大 對於每個颱風 都要秉實的借盛其人的心來做面對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是明天這個傍晚的時候 整個中心的位置可能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啦 暴風就開始 進來所以 這個時候呢明天下半天開始 整個環流的一個形勢 整個東部 西半部 還有東半部 都要特別特別是北部還有東半部都要特別留意 那西半部的雨勢呢要等到颱風進 登陸之後 整個環流繞進來才會有一些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其實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不過分在南部的一個主要區 那預估呢各位來看這個才是颱風目前的走向 現在我們預測我個人預測是稍微可能會稍微偏北的可能性 就要看高壓還是有一點變化性 大部分的偏北的機率是很高的 慢慢很快的就會往北走 往這個中國南方前進 那如果依據這樣的一個路徑的預估的話 雨量的部分 第一個是明天的這個下半天就要注意這個 宜蘭這邊的雨勢 還有花蓮這個雨勢一定要稍微留意 南部還是有些正雨發生的機會 因為水溪開始慢慢接近 接下來最重要關鍵是禮拜三 禮拜三除了北部 還有東半部 其實中南部的山區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到禮拜四可能就要看這個環流到時候怎麼走 南部有一些 整個西南側的環流帶來的這個雨勢會比較明顯 所以這幾天如果加起來的話 在北部的山區呢很有可能會有 接近1000毫米左右的量 非常有可能 可能是500到1000左右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500到1000 各位覺得說一定要1000以上 才過大但是特別提醒大家 一兩天下完這個超大豪雨 可能超大豪雨的雨量在部分的區域 敏感的區域是很大的 請大家一定要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絕對不可能說現在預估還好嘛沒有莫拉克那麼強 任何一個颱風都要很謹慎的來面對 那風的部分呢 預估的風明天就會開始慢慢的一個增大 像今天來說的話 因為整個風颱風進來所以有點吹這個焚風 所以各地呢像新竹37度台北36度很熱 預估呢明天上午開始還是有一點風 那接下來呢這個風呢其實會逐漸的加速增大 對於我們北部東半部的這個風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溫度的部分導致不是重點了 因為明天來說的話溫度就不會那麼的強了 但是有些地方 覺得颱風的接近可能有一點焚風的注意要注意一下 特別西半部 甚至當颱風走了之後東半部可能會有一些焚風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未來這幾天大概都是有雨的 明天是有勤轉多有雨 然後禮拜三全台灣都有下雨的機會特別是北部雨色可能會比較大 溫度也就差點下滑了 一直要到這個周末才會緩和一點點 不過特別提醒大家後面呢其實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啊 其實也有機會在下禮拜接近到台灣附近的海面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至於南部的趨勢呢 大概未來這幾天都是容易下雨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建議請大家留意呢 明天早上可能發佈的 陸上警報 因為已經發佈海上警報了 接下來很快就是陸上警報 明天傍晚暴風圈就會碰觸到東半部的陸地 然後接下來中心點可能是落在禮拜二的深夜 或是禮拜三的清晨的時候 可能就會碰觸到東部的陸地 當然希望它越北越好啦 但是這個就看老天怎麼去決定這個落地的這個點 這個點呢在哪裡那個地方就要特別的留意 特別那個附近 100公里外的這個區域都要特別的當心 週二晚上北部風雨明顯的一個增強喔 最強是到禮拜三的清晨 週三的下半天就逐漸開始脫離 請大家呢要留意 一定要保持戒勝潛程的心 現在現在趕快做好該有的準備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 待會兒